這段影片我們主要去觀察我們的鏡頭 你見到鏡頭其實是黏住了我們的JD-Light 如果我們去觀察它的時候 大家都可以拿上手 看到其實它橫向是這樣的樣子 這樣好像很好看 但橫向是這樣的樣子 在我們眼球裏面 所以見到了 我們其實都可以透過這樣 控制到鏡頭的濃度 如果比較淡一點 沒有那麼淡的話 就是透過內部的肌肉在這裡控制著 上面有些肌肉 就負責控制它的口博度 去幫我們調節去看近的東西和圓的東西 這就是眼中的狀態 我們試試把鏡頭拿出來 鏡頭拿出來的時候很簡單 我們只需要把JD-Light Fluid 切走就可以了 好 那大家就拿到一顆鏡頭出來 當我們拿到鏡頭出來的時候 我們又做一些觀察 那譬如說 我們把鏡頭放在一個字上面 它這裏是Amitter 我們先放上去 放上去的時候 大家就會見到A字其實放大了 現在是比較厚的狀態 現在是比較厚的狀態 我們再觀察一下 如果我把鏡頭按扁的時候 A字應該是變小了 但如果我把鏡頭按扁的時候 如果我把鏡頭按扁的時候 不按扁 應該會見到它的放大力 應該會好一點 不好意思我按爛了鏡頭 所以鏡頭其實會爆的 謝謝 謝謝 阿姨 我先試 我先看看 好